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是 讓我們整救地球 我是小鳥樂樂 住在美麗的森林裡 我有許多朋友 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快快是一棵又高又大的樹 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窩就建在它那粗壯的樹枝上 有一天 當我律師回來的時候 發現我的家和朋友都不見了 我驚呆了 讓我的家站在地上了 對了 緊張的四處尋找它 美麗的森林被破壞了 我看見大樹朵朵 快快的和他其他朋友在一輛大卡車上 於是我大喊 快快快快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了 在炎熱的天氣裡 我一邊四處尋找新的地方 一邊想 沒有了大樹快快和其他樹木 我在哪裡搭建我的家呀 我飛過了重林 尋找搭建新架的地方 飛過了海洋 看見海水裡有許多的垃圾 太疼 是的 好多垃圾喔 我太累了 實在飛不動 我感到又渴又餓的時候 我看見了食物 我上前吃了一些廢棄的食物 喝了一些地上的雞水後 喔 感覺好多了 但是 我卻驚訝地發現 嗯 這裡 有很多人丟棄的食物耶 吃完後 我繼續飛 尋找可助潮的地方 這時 我聽見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對我說 樂樂樂樂 你為什麼在這裡啊樂樂 你是誰啊 我問道 我是你以前的好朋友快快 你還記得你以前在我出裝的樹枝上 蛤蝦蝦嗎 我大叫 我大叫了 快快 蛤 你怎麼看起來跟以前不一樣啊 快快看起來很傷心啊 他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高大了 他難過的說 我現在變成了一次性激丟筷子 咦 什麼是一次性激丟筷子 樂樂樂問 快快說 筷子 是人們用來夾起食物的殘局 一次性激丟筷子 就是使用一次後就丟棄的殘局 瞧 我現在吃垃圾了 快快補充地說道 嗯 嗯 我有一個好主意 於是 我帶這塊塊 飛到附近的一棵樹上 我用花殼和其他樹枝搭建了我新窝 現在 我又可以和我最好的朋友 生活在一起了 親愛的朋友們 我想告訴你們 人類砍伐樹木 分燒森林的行為 會讓地球的植物 越來越少 天氣越來越熱 很多動物都失去了他們的家園 也找不到東西吃 地球上的朋友們 請珍惜和愛護地球吧 讓我們一起努力 保護環境 幸福的生活 在一起 謝謝